嗨,我是宝可梦 央行升息,你手上的数位账户是不是也升息了呢?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数位账户是否有升息 先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升息组的推荐排行榜 目前总共有五个数位账户跟存网银呢 他们有做利息调升的这个动作 第一组是远银banking 它原本呢是0.935调升到1.06%无上限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个账户 然后可以无脑存 通通都有一%以上利率的 那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远银banking数位账户 所以这是提供给你参考的哦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权益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 如果你是用推荐码来进行上车的人呢 你可以拿到2.6%的高利活储 只能够存5万 这个月开户下个月27号起算的6个月 可以享有这个高利 第七个月起就是恢复到一般的利率啦 那一般的利率跟旧户 这边一样就是写1.06%的高利活储无上限 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这个撒码开户 活动时间呢其实是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 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调升的 远银已经三次跟着央行的利率调升了 非常的不错 下一个台湾银行的数位账户 它可以存10万块钱 它公告在这边已经有写了 就是新台币的火储呢1.7% 你只要上官网进行开户 那么放10万块钱就可以拿到1.7%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这边有整理了 活动期间呢是其实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但是它的利率生效日期是9月26号起 它原本是1.58% 然后也因应央行升级直接来到1.7% 可以存10万块钱 个人也觉得非常的不错 那这个QR Code呢是从官网就是开户连结把它放上去的 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点击开户 下一家银行 是第一银行的ILEO数位账户 这个可以存12万它的官方公告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它在10月4号公告从11月1号起到明年年底 都可以享有12万元以内呢 2%的高利活除 原本的自动化通路呢 它有调升到跨行提款跟跨行转账 给你各十次 也不错 这边呢就写到了 凡持有第一银行ILEO数位账户的客户呢 就可以直接享有这个专属优惠 不用分新户不用分旧户 只要有账户存钱就有回馈 所以它是很明显的调升 从1.28%调升到2%非常的有感 那如果你从11月1号存到明年年底的部分 最高可以拿到2800元的利息 也是我个人很推荐的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扫码开户 很简单 下一个 星光OU数位账户 它的利率呢 原本是2.025 它直接调升就是半码 最高的活存利率2.15% 官方也已经公告了 有兴趣呢 可以上它的官网去看一下 这个游戏规则 那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好了 你只要完成两大任务就可以拿到20万元以内的2.15%的高利活除 活动期间呢 从10月1号起到今年的12月31号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 明年应该也是这个利率 它的企业金额是5000元 然后两个任务就是电子支付的储值满20万 然后还有ACH2万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有绑定比如说一卡通money 那么你就从一卡通money里面呢把钱从OU数位账户里面提领过来 只要提领20万 你下一个月呢就有20万的高利活除的额度 那因为电子的这个上限 每一天的交易上限呢其实是10万元 所以你就要分两天做 比如说你在10月30号提领了10万元 那10月31号再提领10万元 那这样子就符合资格就可以拿到20万元的额度 那你放在一卡通money里面的钱呢 你还可以再转回去OU数位账户而不会被扣额度 但如果你是用接口跟全盈价配 OU数位账户就会把你的额度扣除 所以就不建议使用这两个支付 那ACH2万很简单 就上网去设定好 它就会从其他银行每个月固定扣2万进来这个户头 就符合资格 那如果没有做到呢 你就直接主动转钱转2万进去 也可以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一样可以扫码开户 这样最简单 下一家银行 将来银行 真的是将来就是我大哥 我跟你讲 这个很妙哦 他就是在LINEBANK宣布他们的权益调降之后呢 他马上就宣布说我们要升息了 所以这个存网银的竞争呢 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就是看这两家在那边厮杀 很妙 他的公告已经有写了 就是在这边 你可以上他的将来银行APP里面 他就有公告了 这边有写到说 10月6号到12月31号 就是0.9到3.2% 所以他基本上是利率都向上调升0.1 那这边呢 有完整的介绍 活除账户的话 就是0到6万元呢 可以享有3.2%高利活除 6万到30万 这中间的24万 可以享有1.4%的高利活除 超过30万元以上是0.9% 他的平均利率算出来了 就1.76% 所以如果你有30万的闲钱 非常建议你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不理他 你就可以每月21号固定领利息啦 那6万块你如果存好存满 一个月31天可以拿到163元的利息 不限定新旧户 都可以享有这样子的优惠 3.1%收到3.2% 非常适合就是想要存钱的小财神们 赶快来开户 然后来使用 几个活动 跟大家提醒 就是本团有活动加码啦 现在如果上车的话呢 本团好像已经 我刚刚看好像已经有3400人上车了 所以在10月20号之前呢 本团有来到4000人 那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跟我领50加50 就是100积分 这100积分就可以换小琪100元 或者是猫猫红利金100元 你就可以把它拿去用掉 银行给我的100恩典 我就直接换成这个奖品给你 100%都回馈给大家 但是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赶快一起来九团上车 邀请身边的亲友赶快来上车 大家都有好康啦 那你上车还有什么好康呢 就是基本上将来银行会给你200恩典 那你在刷卡的时候开启点数折底 你刷200元 然后他200现金到你账上 那厂商三天之后扣款 等于是你没有付这笔钱 然后你就拿到了这个商品 我觉得也不错 所以最高本团有300的会 还有另外一档活动 也欢迎你参加 就是我们的真文比赛 这个真文比赛呢 很简单 你有将来银行的将将卡之后呢 你只要在社群平台 比如说Facebook或Instagram上面 分享你自己的个人使用心得 再来回报 然后记得来回报我们的系统 好 那你就可以领到100点的宝可梦冒记积分 一样可以换小七100元 或是梦某100元红利基 在下一个月的部分 我会选出20个写得特别好的 大家再来投票 选出你学的写得很好的 你一样可以再拿50点宝可梦冒记积分 所以最高可以拿到150点的宝可梦冒记积分 好 这就是拿150元回价的意思 所以本团的活动呢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多 非常欢迎你赶快上车参加活动 把这些好康通通带回去 我们将来还有更精彩的活动会推出 那讲完了这些 你觉得都是升行很棒的户头之外呢 我们还是要来分享 所谓的降息排行榜 其实有一些银行呢 他们其实是降息的 真的很奇怪 这反其道而行 央行都已经升息了 为什么他要降息呢 不知道 这些银行呢 就是Lightbank 他的口袋账户呢 居然由2%调降为1.8% 本来口袋账户是2.2% 然后后来调降成2% 现在变成1.8% 所以他就是唯一一个调降利率的 那他的这个优惠呢 目前是从10月1号走到10月30号 5万块从好存满 你可以拿到76元的利息 但是我也必须老实的讲 他一开始真的产品权益很好 然后我也很热情的跟大家分享 邀请大家上车 不过呢 他的好日子也就不过一年了 然后他现在就慢慢的就越走越差 越走越差 那说真的 这个产品如果变得这么没有吸引力 其实我也不愿意去邀请大家上车 因为我觉得烂东西干嘛介绍 烂东西就不用介绍了 虽然说我们还是有纠团活动 你要上车还是可以给你一半的奖励 但是我就不会主力去推荐了 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再用了 我怎么分享给你呢 所以呢 你身上如果还是有一点闲钱 但是你觉得1.8%的利率太低的 你也可以考虑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存在口袋账户的5万块钱呢 移到将来银行 去存他这个6万块有3.2%的 其实你拿到的利息会更多 来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你月月存好存满 可以拿到多少利息呢 我来算给你看 将来银行3.2%可以存6万块钱 新冠OEU的话呢 2.15%可以存20万 币银ILEO数位账户呢 2%可以存12万 台银数位账户呢 1.78可以存10万 Banky 1.068可以存无上限 那我们以50万来算的话呢 它就是放2万 总计50万 你放一个月可以拿到多少利息呢 我算给你看 每一个月可以产生接近900元的利息 你可以看一下 那以年利率来讲的话呢 几乎就是2%以上的利率 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下这个结论 我这边做了一个表格整理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数位账户的高利活储的排行榜 其实第一名呢 他们有这次因为升息而在做更正 这就是华南SNY数位账户 它本身就已经3.5了 那你有兴趣你也可以上官网去看 然后去解任务 跟团开户 然后可以享有3.5%的高利活储 真的很不错 那第二名以后呢 就是我们介绍的将来 然后古代世瓦跟中兴这次没有变动 所以我就没有提出来讲 那台信的话呢 它是已经固定利率了 所以你这样看下来 你会发现说 这么多的高利活储呢 其实有一些银行他们很佛心 就是一直不断的往上去 调升自己的利率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就是 可以多多考虑去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有认真为消费者着想 那么未来呢 也许他们有受到大家的鼓励之后呢 就可以再继续推出各口的产品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也不错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 就是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开户 赚利息 省钱的道理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